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勇闯重量级的战场 打败过不少拳击兵将 从踏进职业拳坛之后 拿下了八个不同级别的世界拳王金腰带 这是史上前所未见的记录 帕奎奥的英雄形象 跟帮助他赢得了选举 2011年正式成为菲律宾议会的议员 从体坛到政坛 还当起了节目主持人 这位当代拳王背后有着动人故事 接下来带你一起来了解 一谈到世界拳坛 大家会联想到阿里和泰森 这两位美国的一代拳王 打下拳坛传奇后 在过去大半的世纪 打击场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 能够和他们披敌的拳击手 曼宁帕奎奥新一代的世界级拳王 阿里之后世界最伟大的拳击手 这是美国媒体对他的形容 职业生涯不到20年 体重不到50公斤 却能同时打进轻量级重量级比赛 拿下拉个不同级别的世界拳王金腰带 帕奎奥是史上头一人 贫穷出身 一把将他推进拳击界 是一股对金钱的强大渴望 连家境清寒都不足以描述 帕奎奥小时候的贫穷 妈妈独立抚养六个小孩 身为老大的帕奎奥 一天到晚只想赶快替弟弟妹妹找到食物 有时候自己一连好几天吃不到一口饭 十岁那一整年 几乎每天窝在大纸箱过夜 类似这样穷困的家庭 在菲律宾南部小镇到处可见 一心想改变家里的经济惨况 是帕奎奥最大的不同 乡下的穷小子 曾经辍学卖过甜甜圈 不到15岁的年纪 离家出走 只身来到玛尼拉 同样打着林宫 报纸取代棉被 晚上累了就在桥下睡觉 有一天碰巧撞见一场 非法拳击比赛 帕奥赫奥赫然发现 原来打架也能赚钱 打架也能赚钱 每次比赛2块美元慢慢成了帕奎奥的固定收入 原来打到冠军 获得20美元的奖金 才逾不到600元 却让帕奎奥很感动 从没想过打拳击 能够赚到这么多钱 但是帕奎奥相当娇小 身高只有168公分 站在其他拳击手旁边 从来没有人看好他 更别提还能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级拳王 不是天生的拳击手 帕奥却能打出知名度 1995年一场比赛 让他从此声名大噪 一局转进亚洲拳坛 奖金也跟着水涨船高 2011年狂扫3200万美元奖金 一级9.61台币 一度是全球收入最高的运动员 一战上打击场 卡奎奥全身热血沸腾 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为了观赏他的比赛 随便政府和武装分子战争 还曾经宣告停战7小时 随便国内犯罪欲 正因此大幅下降 坚营全职斗士 出拳机器凶狠 对手很难找到反击的空挡 速度之快 力道之大 将不少人私底下叫卡奎奥小精灵 在打击场上总是正面迎战对手 人生的职业舞台上 卡奎奥选择转身 挑战自己的机械 脱下战袍的卡奎奥 一向笑脸名人 而且从来不忘记 保持在荧幕上的不光率 连菲律宾总统都自认 影响力不如卡奎奥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 对于卡奎奥的事迹都符暑加征 一人说是最大的战争 但是当然他也是一位 菲律宾总统的公司 大家都知道我认识到 人们在打击场上 即使是打击场上 或是政治场上 他也认识到 你能够成为一位大赛 而且还能够成为一位大赛 出生贫困家庭 脱离穷苦生活的故事 在菲律宾平民心中 帕奎奥是民族大英雄 除了在体坛工作外 同时脚踏政治圈 2007年选举失利 四年后再接再厉 33岁的帕奎奥 在去年顺利进军国会 成为一名国会议员 我认识是我的厉害 在Washington 这是我的第一次 在Washington 和在加菲律宾 在加菲律宾 我自己想要 敬礼 敬礼 Sinato Red 为他的帮助 去的菲律宾人员 我希望菲律宾人员与美国的关系 会增长 几亿的关系 兼具战斗力 亲和力的形象 尽管帕奎奥换了身份 运动科技广告代言 和电视主持邀约持续不断 是演员 是运动员 还是一名议员 但是事业触角扩张过快 却开始遭人诟病 身为政治人物 帕奎奥明星光环太过闪耀 过度滥用自己的运动员形象 乡下穷小子到世界全王 帕奎奥故事激励人心 不同阿里深受疾病所苦 泰森深陷欧妻丑闻 身负多重角色的帕奎奥 渴望替世界级群王形象 带来一种崭新的气象 人生峰回路战